好 国民党内毕案连环报 从前行政院秘书长林毅士 南投县长李朝青 一直到彰化县长卓博元 而过去的三个人可是被马总统 以马英九的兄弟为号召 大力推荐 但如今这三个人都选入毕案 民进党主席苏仁昌要马总统 为推荐贪腐的人对外说明 给全民一个交代 只要马英九做一天总统 绝不容许贪腐毕案 绝不容许贪腐毕案的马总统 过去推荐的是这些人 看看05年的平面广告 标题支持马英九的兄弟 拒绝陈水扁的徒弟 兄弟们有谁呢 有被收押的李朝青 被控贪污的卓博元 还有已经遭到起诉的林毅士 他用兄弟这样来呼吁 选民投票给这些人 马英九身为总统也好 身为当时推荐的人也好 他有责任 马总统始终没有很严肃的 对全民给一个交代 这是非常不当的 马总统席日立捧的手掌 一个一个设臂 民众却等不到 马总统示人不明的一声道歉 我生平最痛恨贪污 因为有贪污就有特权 有贪污就有不公平 有贪污就会弊端重生 过去马总统走到哪讲到哪开口闭口都是前朝贪污腐败 如今这些话一字一句通通都要送还给国民党 打了马总统大大的一巴掌 美食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